听说Dato其实是跟自己的老婆分开了十年 老婆真的说要敬佩她了 因为不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 你看后面是运动的地方 因为我们Dato Vila Lijonwei 他就在这边开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运动中心 我就找到这个机会跟他访谈 因为其实我们私底下有聊过 我觉得Dato Vila Lijonwei除了羽球之外 这件事情他做人的哲理其实更值得我们去探讨 这一支影片你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我们会去揭发Dato Vila Lijonwei 做人背后的逻辑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伟大的运动员 跟国家级的英雄存在 各位我们今天在身边不是别人 全马人的一个共同偶像 一代人的一个回忆 Dato Vila Lijonwei 这个是我的荣幸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虽然没有人在现场 我们自己烘托一下亲们 啊 我跟你讲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Dato Vila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 其实不是Dato Vila的过去 而是很多人好奇Dato Vila现在在做什么 其实因为我私底下我们有聊过天 我觉得Dato Vila其实 让我很印象的是 有今天的成就 有今天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 或者是一个成绩 其实是背后的一个哲理 透过今天的一个访问 可以把Dato Vila另外一面给带出来 给很多人看到今天的成绩 不只是努力 而是一套哲学 大家很好奇 我相信我们每个同事很好奇 你退役了的你 是在做什么的现在 呃 其实本身 啊 退役的过后的时候 第一次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嘛 对对 然后就被比退役 然后过后的时候就是 啊 在这个Covid的时间都不能出门 之前Covid的时候就是因为 欠我老婆太多了 我2012年结婚了 大家都知道 然后过后的时候一直在聘自己的 呃 女毛求生涯 是 都没有时间陪家人 不管是老婆还是爸爸妈妈 还是兄弟姐妹 嗯 然后过后我就 生了第一个儿子嘛 Kingston 然后就今年都很快 就差不多10岁了 那那段时间的时候就 第一个就陪老婆去动一夜 就是因为我答应他 我都没有错 就是因为我们 以毛球 每一个月都差不多有3到4个比赛 但是我们要选 就是选两个去打 我们比赛过后的时候 回来还是要 集中的训练 所以我们出国 你肯定是整个人放松要去玩啊 对对对 不要想着那个训练 然后那时候公布我 退役了过后我第一次就去 毛俄大夫啊 Sandorini 这个就是 呃女人要去的地方啊 就陪她去 然后去了意大利 两个星期这样 那段时间就 比较时间陪一家了 然后后后就因为疫情咯 因为以前说我打球回来的时候 就是 我早上5点半起乘 我孩子还在睡觉 然后我6点多就出去去训练 然后训练回来差不多是 呃 4点我就吃个午餐 我就跑去床间去睡觉 睡到差不多1点多 呃 2点我就起床 然后我就 收拾一点东西 我2点半就出去训练 3点念到6点回来 然后6点回来的时候 就开始又在冲凉 就准备吃晚餐 嗯 孩子已经去睡觉了 就每天过这个生活 就 没有时间陪他们 就在这个3年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有机会去陪他们在家啊 跟他们沟通啊 跟他们玩啊 跟他们沟通呢 这段时期是一个很好的给我 一个很好的回忆 一个成长 因为我现在自己是爸爸 我想问答多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你的最辉煌的生涯 这个一个顶尖的运动员的成就 对 的快乐 给你比较大 还是呢 其实你现在这几年疫情之后 你跟孩子之间那种 那种给你的幸福感哪一个更大 其实我觉得 幸福感是比较重要的 你讲那种在于毛球那种辉煌的时间 是因为是你自己 辛苦带来的 因为这个是家庭的温暖嘛 因为那时的时候 我只能说我真的会在家的 因为真的是没有时间 因为它是抉择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像比如我们 书球啊 他们12月有一个季任 就是休息的嘛 of season of season 以前我们于毛球有的 12月是off season 变成off season的时候 我们就联赛 然后我就去了中国 有时去了印度 住了一个月 在那边打联赛 联赛回来 1月份就开始马来西亚分开赛了 就没有机会就是停下来 是 然后就一路 一路拼命的去比赛啦 打联赛啦 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这样 我有听说那一打斗其实是跟自己的老婆分开睡了十年 其实原因是为什么 我也是说好彩 因为我跟我老婆两个都是运动员 因为那时孩子还小嘛 他怕半月孩子起床啊 会吵到我 然后我就要好好的去休息 然后我们就分了个闭房去睡 我很早起床 五点多起床 然后又怕我吵到小孩 退役了过后我才跟他一起睡 只要拜六礼拜我跟他们一起睡 就是说平时拜一到拜五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很多人就看不到一个成功或者伟大的运动员 其实背后是要付出的 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有代价 但是像达托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是通过成绩 来让大家了解 来让大家感兴趣 来启发大家 很多时候其实运动员也不会去聊这些 对运动员也这个叫矫情 可是我觉得其实像达托这个行为 很多人不知道咧 一个运动员要跟自己的太太分房十年 不过我老婆分两天 他妈的她以为我吵架了 可是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包容跟理解 这段婚礼里面是极为重要的 我有看到这个金牌之路 就是你现在退役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冲击2024的一个奥运金牌 它是现在你在里面担当的一个职位是什么 这一个事情是跟国家争这个奥运金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就是这个YB 杨小爽 就是Henna Yeo 她成立了这个team 就是要帮我们马来西亚的运动员 就是在2024到2028的计划 我们怎样帮助运动员很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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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帮助最好的状态 去这个2024的奥运会 因为她的邀请 就是我跟那个毕球的 DatoNiko还有一个Hockey的DatoNinawan 我们三个运动员 退役的过后比较新业的 就在这个计划里面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分享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帮助 现在未来要准备 就是去巴黎的奥运会 跟2024的美国的奥运会 怎样去帮助给她们最好的条件 跟准备去这个比赛 因为我打了四次奥运会 是2004、2008、2012和2016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还是没有100%的 准备好的去奥运会 还有缺少 还有很多的那种条件 然后我们国家还可以做得更好 给我们的运动员 准备更好的去打这次的奥运会 我觉得 聊到这一块的话 我记得Dato有稍微跟我提过 以前Dato在训练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 马来西亚的其实国家资源 相对现在最强的对手 中国、日本 其实人口跟国家的财富比例 都比我们大很多 所以训练体系肯定是不用讲 其实Dato以前在训练的时候 有最大的差别 在我一个球迷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Dato是最夸张的事情 是他在一个马来西亚 这么有限的资源里面 打出一个无限的成绩 很多很多人在Dato退役之后呢 你就看到社交媒体不断的写出 想念Dato里的时代 想念Dato里的时代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给马来西亚人知道 就是我们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像丹西亚子雄刚刚拿那个 奥斯卡 可是它是在美国发生 如果他不去美国 我相对是他不可能会发生这一件事情 所以Dato里 你在训练的时候 跟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差别 你觉得最辛苦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他们有的东西 你没有的东西 OK 资源中国肯定是多 对 第二个条件他们比我更好 嗯 OK Facility 不用说 因为我打联赛 我在中国打了四到五届的联赛 我会代表广州啊 我代表东莞啊 我代表浙江啊 青岛啊 这几个的地方 它是省队哦 就像我们的state 一个州队 对 它的 Facility 比我们的国家队 我只能这么说 哇 这个有一点夸张啊 真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拿外国的东西 也就是他们的资源来跟我们比 我们只能说 我们要接受我们国家的资源 跟国家的 Facility 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做得最好 像我比如讲一个东西 最重要的 对我们运动员来说 培练 比如林丹 对 那时代的时候有包春来啊 有陈津啊 有陈洪啊 有夏先生的 是是 是很强的 很强的 而且是世界前几名的 像我这样我在国家队 不是没有培练 有像我们有刘波伦啊 有几个还好的群员 但是 每个人都知道 级别是不一样的 在我出国 我要跟他们打对抗 比如我打到比赛 比如我打到陈津 还是打到林丹 只是说 他们的速度 在我们 在我国家队训练的速度 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讲我打到林丹 他是开 跑BMW的 对 我只是要开 Merclis 可以跟他平衡 就是一起 跑的一样的速度嘛 对不对 但是马来西亚 比如讲我跟刘波伦啊 还是有几个群员的 他们有这个水平 只是有可能在队训的时候 可以顶到15分钟 然后15分钟 他就会慢下来 就是 那种的队训的对抗 那种的速度 跟那个力量 不够 所以 基本上大多数以前也是 一个打几个在这边练的时候 通常我教练 就想办法尽量去给我 sustain那种的速度 跟力量 我大多数都是一打二 一打二是 有好 跟有不好 好勒是念你的耐力 还有念你的速度 不好勒 你打两个人 他的空间已经小了嘛 去比赛的时候 就是一个打一个嘛 但是我要打那个 Quality shot 就是 就是对角 对 对 比较难 因为我两个人 他肯定容易拿嘛 但是本来是我打一个的时候 我跳起了一粒球 肯定是 解决他了 还是他很难拿 但是我打很轻松的去拿 变成这个东西 你要幻想那种的思想 就是 我打两个的时候 一定要很有耐心 但是可能真正在你单打比赛 却影响你当下的判断 因为你有一个惯性 对 我不可以打那边 对 因为训练的内容有所差别 对 然后变成这个 像比如说一打一的时候 可以 教练会想办法 中卫你今天一打一的时候 你不可以杀球 还是你可以打高 就是高球 跟掉球 跟往前 不可以杀球 变成打的时候 就 练到很多东西不一样的 但是你在真正的比赛的时候 是不能的嘛 因为我打铃铛他们是高水平 变成这个就是在我们训练的时候 那种对抗很重要 看2016 我跟铃铛打 一个小时多 我们的速度还是保持 对对对对 一样的那种速度 我们不能就是慢下来 我们一定要保持那种速度 跟那个力量 那个是真的是不容易的 那个时候全国的观众的心跳 也是跟着你们高低起伏 你看我的同事都点头好了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句里面 感受到打多一个东西 我们要认命 但是我们不能认输 认命是什么 认命是我们知道这个资源是有限 对 可是打多的精神是不认输 所以才有李仲伟精神 这句话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我们可以去应用 在我们人生里面的 因为这边真的是有人到过的 所以我想问打多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都在带嘛 带年轻的球员嘛 对不对 你看啊 你现在跟最好的这一代的李子佳也好 黄志勇也好 大概也差了20岁 有 跟大家讲啊 达多利很年轻吧 40吧 到我七八岁像哥哥这样嘛 但是因为我们从小 在你的青春的那个年代长大 大家要忘记 达多利很年轻吧 他随时要付出都可以 我跟你讲 没有开玩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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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要付出啊 哈哈哈哈 达多利你觉得啦 你这一代跟20年过后两代 对 现在的球员跟你那一个年代的球员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他们又要怎样提升自己 我觉得思想方面真的是不一样 嗯 我只能说很多现在的运动员都不能吃苦 这个是我 不管是我们马来西亚还是 国外 我看到的像中国啊 很多东西 因为我也是 我们还是有联系像 林丹啊 我们有时候聊的时候 他也是有走过他们的审队啊 嗯 时代不一样 我们只能这样说 然后变着我们要想一个新的办法 像比如 比如讲 新的技术全部都是社交媒体 我们要跟上这个脚步 有可能 他们不能接受我们以前的想法 那一套 他要有新的 但是我们可以跟他配合 配合是配合 但是我们不可以太宠 现在的运动员 所以以前的年代 轮不到球员跟上面的配合 对 只有他讲 没有我们讲 但是这一代开始改变了要配合 对 其实是讲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可以配合 只是说我们以前 教练给我们念什么 我们就说yes 我们不能直接no 因为我现在RPG 我有接触很多 教练都有跟我讲 我们给他念多一点 教练我 太多了 很fuff 什么 这个program 我不喜欢 我要跟你沟通 以前我们那里敢跟教练这样讲 我以前练球的时候 也是教练讲嘛 要骂你就骂你 你要罚你就罚你 你要念念 不要念你回去 对 很多人要念 现在的球员他觉得 我不要念我 不要念你需要我 我不需要你 他们有这个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是对我们的 未来的下一代的运动也是不好的 因为这个行业需要吃的苦 比别人多 对 所以如果他连这个 最基本的职业操手没有去做到的话 对 就会影响他的一个成绩 高水平的运动 对 你一定要有高水平的训练 但是他现在只能说 哦 我有这个成绩我已经足够了 足够满足了 啊 变成现在的年轻的思想 我们要想办法去怎样跟他们沟通 有时候我们讲太多 有可能他们不可以接受 我也知道 Uncle 就是说你的时代已经过了啦 啊 谁敢讲这句话 你现在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谁敢讲 有的人不敢在我面前讲 但是我也是有收到的 哇 但是 今天是拿到爱运冠军的话 还是拿世界冠军的话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 我们是 好心就是 帮他们 不要走 冤枉路啊 人家讲 是是 因为你走过那条路 因为我走过这条路 我可以跟他们分享 不是讲他拿冠军的时候 如果他说 中文了我给你 我的10%的贡取金 大财 对不对 只是说 很多人他答应 其实有很多人他答应 很多记者都想 我出来发言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后我 人家又看到文章的那个事情 然后我也想 真的我不想发言 然后发言也是有很多网民 进攻还是什么 但是 我也问心无愧 我想 在这个体育里面 贡献 然后帮他们 不要走灭妄的路程 所以我其实自己是很珍惜 Dato坐下来跟我聊天这个机会 因为我自己也是媒体人 我有看Dato的访问 我知道Dato其实本身比较低调的 因为我们是生活频道 可是我希望透过Dato的价值观 去影响每一个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为什么会有Dato Virali 他的生活里面他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Dato私底下有跟我聊过 就是他明明以他的地位当时在雨潭 在马来西亚他可以搬出去住 可是没有 是为什么Dato 其实那时候我想做好一个好的反应 给我下一代的运动员 以前我们的合约就觉得 你没有结婚的时候 你不可以搬出去 你一定要住在宿舍里面 所以现在的世界观景 Aaron Cha这些 其实他们还住在宿舍里面 还没有结婚 在我现在了解的 很多都是住在外面的 已经改了一点了 没有这么严格 就是没有这么严格 就是以前的时代 跟现在的时代是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我要搬出去外面住是可以的 因为我已经成了世界第一 这么多年 有一种没有讲 我不可以出去外面住 但是我本身来说 我想做好一个好的 就是一个榜样 给下来的运动员 是跟我一样的 然后不要说 等一下他跟国家说 为什么李宗伟可以搬出去 为什么我不可以 这个我为了国家对 不要就是为难他们 是是 然后等到我2012过后 说我结婚了过后 我才搬回家了 其实我想要跟Dato聊一下 就是因为上次亲自跟Dato 聊天见Dato 其实对于我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运动 这样我现在认识了真正Dato 就是他会提醒到我 就是为什么Dato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我为什么做不到 所以我一直会提醒我自己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 更好的影响下一代 因为我确实 一定是被Dato影响到的 所以即使我们已经 从青春期一直被Dato影响到 但见了真人过后 那股力量是真的传递得到 我听过一句话就是 善意是可以复制的 所以我觉得Dato在做的东西 是我觉得可以 给每个年轻人看到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 sorry讲真的 我觉得整个价值观是偏差的 因为只有快速致富 大家已经不在乎 你怎样得到那个财富了 对 我当然有一些小小的成绩 在某一个领域 但是如果我二十多岁要钱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很多金钱盘 我可能二十多岁 我就已经不分财富自由 可是我选择不要 我等哦 我等一个风口 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其实很像以为 我们三十几岁的人 Dato影四十几岁的人 是一步登天的 选择不去在一个细的鱼 像Dato影 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要做网红 毕业就做网红 可是网红是要有专业领域的 所以就像Dato影如果是打鱼球 像铃铛现在每天在拍抖音 对不对 它是有细分跟头部专业领域 所以很多年轻人 如果你们要做网红 可以 你们先去练一个才艺 练到顶端先 然后你先爬去头部 那你才可以变线吗 不做网红每天跳舞 那些在上面跳舞的人 很多也是顶端的 第一 要么他够美 要么他练跳舞很久 要么他唱歌很久 Dato影要拍抖音的话 你们全部也是不用拍 他们回家睡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问Dato 因为我们每次看从小的访问 乙球 这次我不聊乙球 Dato影 请问 你乙球以外的偶像是什么 呃 其实我乙球以外的偶像 呃 我这样最配合 因为跟我一个年代的就是 Nada 跟Fedro 哦 网球选手啊 对 因为为什么他也是带动了我在我羽毛球生涯 呃 不放弃的精神 因为为什么他跟我年代差不多30多岁 对 但是我觉得他30多岁 所以人家说在羽毛球还是在运动员的生涯 30过后 都是会走下坡嘛 我看到那个Fedro 35岁 拿到35岁 还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好像Dato 李宗威这样子 33岁35岁还是世界第一 也是这样啊 我就在读他们的文章 然后就在读他的interview 然后我很欣赏他们 就是说他们的训练的方式啊 怎么去训练啊 怎样去恢复 然后怎样去 准备他们的mentally 跟他们的身体配合 那时他们就是真的是高端嘛 他们像Fedro打一个Australia Open 他们一场球可以打两三个小时 对啊 他们的耐力很夸张 但是Tennis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打了两三个小时 他们个天没有比赛嘛 就是可以休息一天才打 对 但是他们的消耗体力也是蛮大的 但是我们跟他消耗体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冲前面旁边嘛 他们是side to side 跟前面一点点而已 所以羽球的激战程度会不同 对不同 他们是什么呢 mentally 很重要 因为他们要很久时间 我们就是要体能跟速度 但是mentally 还是要的 但是没有想他们很累 就像Dato讲到的这个情况 就在2016的时候 就是你最后一战 就是大战铃铛 那时候几个钟头 快两个钟头 一个小时45分钟 其实你隔天啊 是不是直接就对成龙 如果隔天 还没有到18个小时就打了 Tanto你这一次是有参与的奥委会吗 你过去的时候可以再打一下 怎么安排到这样子 他们安排的时候 是因为跟着我们亚洲的电视台的直播 我打的时候 我没有忘记是早上那边9点 这样的话 其实当下的觉觉 你的身体恢复是多少% 我觉得没有恢复到50%吧 没有到50% 然后我自己睡也睡不好 因为我们人太过累的时候 是睡不好的 亢奋 而且你也在亢奋 就往大战之后 对 然后一个累过楼睡不好 第二个压力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最后一届啦 个人的想法 也自己心里面有想 然后我想这个是机会很大的那种的 是 全国观众那时候就机会了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很累 我5点就起床了 睡不着 然后我就敲我的教练的门 过去 过去 喂 现在几点咯 他说没有你可以陪我去吃早餐嘛 然后我就 去吃早餐 吃了过后差不多回到房间 6点多 然后我讲教练啊 你给我多喝 45分钟 是我睡不醒你叫我啦 还没有到45分钟 我就 就像没有隧道啦 有躺着这样 关着眼睛 暈眩暈眩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醒了 就去冲凉 准备 然后去休场了 身体是真的是很累的 那肯定是晕晕地这样打 对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是我最后一场的 战 就是祈祷完之后 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成龙 上一场是非常轻松的 就是 就是这个 对他打那个Victor Axel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这一场会了到是因为 我相信这是全国观众 对你来讲到多 这个是一个 遗憾肯定是有啦 每个人都说 这件事最好 因为自己的年纪也大了 那是30多岁嘛 恢复体能真的是慢很多 你不要跟那种年轻的 25 6 那就是一个鲜甜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觉得你自己 身为喜欢运动的人 你也是觉得 你20多岁的时候 我来啦 你打十场篮球 来我都不怕你 现在我打篮球 还是够了啦 是是是 年轻人完全是一个打不光的 是一个天性 然后我们恢复那个体能度 不像年轻的人这么快 你问我有遗憾 肯定是有 但是我本身我觉得 我做到我自己本身 尽力而为 已经去到完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 人生啊 就是一个痛苦 跟遗憾病情的一个过程 因为有痛苦 因为有遗憾 才会真实 对 所以我想要问达多 最后的一个问题 最后这个问题呢 其实 我觉得是 要做一个总结啦 其实你现在是在经商嘛 我其实我就是 我投资几个项目的生意啦 就是陪加 陪加的时间 陪加的时间 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你现在实际上有兴趣什么 想 就是想现在我刚刚就是说 和很多东西讲 我觉得2024过后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多时间想 去学不一样的东西 像比如说 像你这样啊 做商家啦 还是做不一样的东西 那每个人都有问我一个问题 外里不要回去国家队当教练 哦 每个人这样问啊 对 但是我觉得 不是我没有兴趣 我只能说现在的年代 当教练真的很难 哦 OK 我觉得我不适合 我知道 然后我想做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在国家队49年 我觉得没有人一个人能比我在国家队的生涯过这么长 对 因为我在羽毛球生涯26年 是非常非常的长 那在槟城7年嘛 然后在国家队29年 差不多26年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看到羽毛球有一点怕 老实讲的 因为我们现在吗 不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说 吃水以毛球 水行以毛球 水也以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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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生涯20多年 我觉得肯定会 会怕啦 现在讲 跟人家学习讲 做一个生意啊 还是不一样的 啊东西 理解 我觉得如果Dato要去做生意 肯定是这样的东西 因为生意本身就是一个人性的底层逻辑 加上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Dato已经解决20多年 跟他人性这个是不用讲的 之后我会可以送给Dato 就是如果现在在镜头前面你想跟他讲一句话啦 你会想跟他讲一句什么话来表达这个东西 第一是 我只能说 幸福他啦 因为 讲到这个东西 因为他陪我渡过很多的难关 然后只能说 他帮我照顾了 两个 现在有第三个 然后我觉得真的不简单 你觉得第三个现在开始你自己参与照顾 跟打鱼球比前 我觉得我赶紧选择 选择打鱼球 哈哈哈 这个是我认同的 就是我现在是爸爸 然后 我对女生女人的尊敬啊 是从开怀怀怀孕过后 对 其实男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就做好工作罢了 女人还要 现在女人还要做好工作 尤其像我这样的情况 要做好工作要怀孕 对不对 所以你就觉得带孩子还难过 对 因为我现在就是说 在MCO的时间的时候 我都他怀孕嘛 我都有跟他配合 就是说送孩子去学校啊 放学我去接啊 等等 我觉得不管是做父母 这个东西在我在MCO的时间的时候 我都去尝试去做 跟我老婆配合 因为他怀孕没有可能 就叫他去接吧 所以我工作多忙的话 外面有多忙 我还是配合他的时间 但是真的是不能的话 我们还是想办法叫妈妈帮忙 还是叫姐姐帮忙 我觉得在这个东西 我觉得做一个女人 真的是不简单 真的是 所以像这里也可以了解到 就是各位男生 接下来地位一定会来越低的 这是20年过的趋势 因为女权主义不断抬头 当然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因为男权主义在这个世上 已经几千年了 如果我们的国家英雄 都学会尊重女神 那我觉得我们男人 就要更多学会尊重女神 反正他必然是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很高兴可以跟Dattori 聊这么多 通过Dattori背后的逻辑 去让你知道 为什么一个羽球员 可以在一个国家 被称作英雄 你就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是从思维 是从逻辑开始的 所以希望你在这一集的访谈里面 看到不一样东西 拿到不一样东西 谢谢Dattori 等一下Dattori 我呢 为了感谢你这个配合 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收藏家 对对对 我看到你 所以我特地做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限量版的 一个小的Dattori 给你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你写过 你的蜡像馆的时候 你希望把蜡像带回家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 是你全盛时期的一张照片 我给你看 我用这张照片 跟现在的Dattori有点 这个是Dattori你几岁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我20 2013年 2013年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特地做了一个 1比6的一个模型 Dattori可以把自己带回家 谢谢 所以你可以比任何姿势 摆任何姿势都可以的 好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礼物 送给Dattori 然后本来影片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记得订阅 分享出去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留言在那边 你要等下一集我才会回答你 有什么问题 记得